透过反毒活动的宣导 希望能够让大众了解毒品的危害 2017福伦新少年情 将于11月19日举办 青春不沾毒与爱恋福伦情 反毒预防犯罪 防灾宣导即恋恋未婚联谊公益园游会活动 期望反毒意识深入社会各阶层 这一次的一个反毒活动 是因为以前我们陆族福伦社 都有举办一些学校的反毒监导 那去年因为我接了秘书以后 我是建议说可以把这个反毒的部分 可以稍微扩大到他的青年 周边的一些朋友 所以说后来我们去年就在青年码头 办了一场万人的反毒活动 那后来也得到我们社会很多单位 包含我们高雄市警察局 也来了七百多位同仁 就是来做这样的一个工作 那包含很多的反毒的每一种单位都有 那包含我个人 因为像我们公司同仁 周边都有一些是因为可能吃毒品 可能一个家庭就没了 那甚至于我更早以前 还有同仁是因为吸毒死掉 那所以说我是希望我们可以尽自己的力量 让大家去注重这个毒品的一个危害 所以说我们这一次的活动 我们邀请了我们 附近大概有二三十所的这一些 从小学中学 然后大专大学这些学生都参加 那我们也希望就是说不要在他已经 已经碰触到毒品的时候 再来可能已经太慢了 那我们现在就是说从这些 他在学生之前就告诉他这个毒品的一个严重性 危害性 那甚至于可能你碰了以后 不是你个人的问题可能整个家庭都会发生一些状况 我们这一次参与包含很多我们市政府检查局 他们有提供很多目前在市面上收集到的一些像学生毒品 然后像一些现在连一些什么巧克力 一些什么饮料 那都已经有把你加一些毒品的成分 那你现在父母亲你如果没有去自己去了解这一块 可能你小朋友书包里面口袋里面都是毒品 你也不知道 那所以说也希望借由这个活动 我们把这些毒品先不秀出来 让大家让这些父母亲 他们能看到现在的毒品是长得这么样子 藉由宣导反毒活动 唤起民众对毒品极其危害 更进一步了解 让台湾成为非毒家园 时放新闻黄慧如邓正璞 高雄采访报道